昨天我們說到 張小凡來到那個非常熱的地下洞穴之中 四周熱浪翻滾 在平台下那些赤寒的岩漿不斷翻涌至 時不時發出啪啪啪啪一陣陣的炸裂聲 這個時候你就算是隨便吸一口氣 那口氣到肺那裡 嘩!都是熱到什麼樣子 幾乎連氣都呼不到 但在前面的石鬥裡面 躺著那隻全身雪白的綠尾狐狸 它顯得這麼安長、這麼凌晨 甚至似乎在這個刺激到好像地獄一樣的地方 居然好像是很享受 只不過這隻綠尾妖狐對眼 它是緊緊的閉著 在他雙眼之間 在他雙眼之間 好像是一些痛苦的神色 從小智鎮到現在 張小智鎮的耳朵裡 聽滿的都是胡妖為禍人間的事 但這些事情 他真的沒有辦法跟眼前這隻美麗、安靜 而看上去又好像是這麼純良的綠尾妖狐聯在一起 他小時候 聽過自己大師兄、宋大人說過 說天下的胡妖之中 其中有一麥是最有靈氣的 而這一麥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隨著自己修行越高 道行越深 條尾的分差就越多 那眼前這隻綠尾妖狐 豈不是 比那條三尾妖狐 發力、道行都要高出很多很多 一想到這裏 張小智鎮的心忍住劇挑了一下 而就在這個時候 那隻本來似乎一直都睡在很軟的綠尾狐狸 好像在很深的睡眠之中醒過來一樣 他輕輕擺擺的頭 睜大眼看著面前的張小智 張小智的心當同吃了驚 他退後一步 將燒火棍橫起半空 迎神戒備 怎知那隻綠尾妖狐 只是看著他 整個身依然派在青石鬥裡 沒有一點要起身動手的樣子 一個少年、一隻妖狐 就是這樣互相對望著 很平靜地對望著 就算是四周圍有翻滾刺熱的岩漿 似乎現在你影響不到他們 在他們的世界之中 現在他們的眼睛裡面 就只有對方 少年人 那隻綠尾妖狐開聲 他的聲音很低沉 好像還帶著一絲疲倦 你來什麼 做什麼呢 啊 張小凡聽他的聲 他再一次肯定 這隻狐狸身上肯定有什麼很嚴重的傷病 所以說話才有氣無力 不過雖然是這樣 畢竟眼前這隻綠尾妖狐 他一點都不敢大意 於是 橫起一條燒火棍說 哼 你們這幫妖狐 為我人間 我是名門正派的弟子 今天要為民除害 綠尾妖狐看著他 他嘴角微微地笑了笑 但他既沒有發怒 也沒有嘲諷嘲笑 只是平靜地看著他 過了一陣他才說 好自欺啊 哼 不用你說這些不等的事 快點起來 我 你要殺我啊 蛤 我 哼 你們這些妖狐 為禍人間 害人不淺 我殺你 還是替天行盜 少年人 我可看你的年紀 恐怕只是二十歲吧 那怎樣 無論我年紀多大多小 我一样可以航摩扶晓 说到修真年度 你们人类真的得天独厚 我们千几年艰苦修行 才可以达到的境界 你们知识好些 只要几百年就可以胜过我们 就好像常观察那个老家伙一样 不过我想问你 你年纪这么小 又怎会知道我们的妖狐 是围祸世间 害人不浅 那还需要说吗 跟你一起那只三美妖狐 就天天去围祸人间 他骚扰小池镇的居民 而且前几天听众杀伤了很多人命 那难道不是围祸人间 害人不浅吗 这件事我听他说过 没错 三日之前 他去小池镇的时候 那两父子居然敢出来拦了他的去路 阿玛姆普那天 我病死又重了很多 他心情不好 于是就将这两个蠢人杀了 那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哼 你搞错了 我不想跟你分辨什么 就算那天换了是我 遇到这阻头阻势的坏人 我一样就要杀他们 张小池镇一听就发火了 哼 你居然还这么胆啊 你不是围祸人间 害人不浅 你这只妖猎 快点受死 他一边说 一边举起小火棍 眼看着小火棍就要腾空而起 但是鹿尾妖狐他是动都没动 他只是趴着说 你讲违和世间 那世间又是指什么呢 张小凡窄一窄 心里面念头一转 不知为什么 看着眼前这只鹿尾妖狐 他忽然间又想起那天的万人往来 小火棍的光芒漸漸消失 但是伯狐的声音 他就继续响起 在你眼里面 所谓的世间 就是你这些人 当家作主 说了事的世间 似乎天生万物 就是为了被你任意去索取 如果遇到其他的生灵有什么反抗 那就变成了违和世间 害人不闲 甚至万恶不赦 罪该万死 但这些人类有没有想过其他种族的感受呢 那些被你们杀了的禽兽 被你们食入土的禽兽 他的心又是怎么想的呢 说到底 只不过因为这些人类强大 做禽兽的没办法反抗 只能够束手被杀 既然是这样 轮到我们这些狐妖 有了法力 有了道行 被人类强大反点 那轮到我们来杀这些人 又算得是什么呀 你的世界 不是都不过是弱欲强食 你还呢 张小芬看着他 一下子都不知怎么回答他的话 不要说我们狐妖 就算在你们人类当中 何尚不是弱欲强食 你们收真念度 但是连长生之迷都还没解开 于是所谓的正派 邪派就开始争斗到不亦乐苦 什么是正 什么是邪 还不是等你们把口讲 只要赢那个 就是正 输那个就是邪 所谓成王败寇 就是这么解了吧 你说呢 他只白色的六尾 妖狐咳了几声 他又不再出声 似乎说了这么多话 他都很累了 张小芬眉上眼 深深地咳一口气 你要我说什么呢 白狐看着他 发现这个少年的眼光 他又非常复杂 正是钉着六尾窝 你们个个都跟我讲这些道理 似乎我身为名门正派的弟子 是错了 你们杀人作乱反而是对吗 你们这些邪魔外道 除了识得狡猾人心 还识得什么呀 咯 还有其他人跟你说过这些说话吗 张小芬答他 但是 烧火棍的光芒又再一次亮起 妖念 动手了 这个岩洞 在周围不断蜂涌的岩漿包围之下 本来非常刺烈的 但是随着烧火棍青色的光芒一亮起 四周围 他已经透出了一点点冰冷的寒意 六尾以后一感到那些冰冷的寒意 马上一身震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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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次都是靠著跟石頭碧瑤三個人合力,才可以將火龍打敗,現在只剩下孤身一個,而在自己前邊還有一隻道行都不知有多高深的六尾妖狐,那這棟怎麼辦呢? 這下,他都臨不及想著怎樣攻擊敵人,而是馬上將身形一腿退在一邊,舉起燒火棍,橫在身前迎神戒備,只見哼一聲,在那條黑暗的通道之間,突然間大放光芒,在狹窄的洞口裏面,居然強硬喘出那條巨大的火龍,出動之後,火龍嘗試一聲騰空而起, 龍頭之上白映一閃,那個化身為油味女子的三美妖狐,已經跳了下來了,而那條巨大的火龍,現在居然燃燒著紅紅的火焰,哼一聲就直接衝入了岩漿裡頭,在岩漿之中不斷翻滾槍泳,似乎在這個巨大的熨岩洞穴裡面,好像受到了周圍岩漿的滋潤一樣, 他的氣勢也顯得更加之厲害,更加之兇猛,三美妖狐,在火龍身上一跳下來,一睜眼就見到張小凡,他眼裡閃了一絲驚異的神色, 但是跟著,他沒有理到張小凡,反而撲到那隻白色的狐狸旁邊,伏在他身邊說, 大哥,你沒事吧?那隻六美白狐笑了笑, 這位名門正牌的小兄弟,還未對我這隻快來死的狐狸下手啊。 張小凡的臉一紅,但是跟著不敢走走眉頭,聽那個六美白狐的說話,似乎他病都快要死了。 三美妖狐的臉上,也有了幾分淒然的神色,大哥,上邊除了跟這個少年一起來那兩個人之外,連墳香谷也來了兩個人啊。 六美白狐聽到,整身不禁震一震,是不是常觀察那個老家伙啊? 不是,是兩個年輕一輩的弟子,但是他們的道行很高深,我,我不是他們的對手啊。 唉,你只有三百年的道行,又怎會是那些名門大派的出色弟子的對手呢? 算了,不要跟他們鬥了。 大哥,但是,我們現在在火龍洞裡面,已經沒有路走的了,上面又被那四個人封住。 現在,正是靠大黑狐,在外邊擋著他們,但是他們的法寶很厲害,我恐怕都不用一炷香的時間,他們就要攻下來了。 那我們,我們怎麼辦呢? 六美白狐看著他,很吃力地抬高一隻前肘,似乎想摸一摸那隻三美妖狐的頭。 六美妖狐,但是舉到半空,那隻前肘又無力地跌下來。 唉,難道你這樣也看不出嗎? 六美妖狐,就算他們不來,我也支持不下去了。 六美妖狐,三美妖狐的眼淚,一滴滴滴滴在白狐狐,順白如雪的皮毛上邊。 六美妖狐,一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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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六美妖狐,每一天都要過著暗無天日的日子,又怕墳香的人追殺,又要忍受九寒迎冰池那些冰毒的攻害。 六美妖狐,到了今天,我始終都逃不掉了。 六美妖狐,大哥,你不要說了,我就帶你衝出去,我們還有炎火鑑,而你的悼狐狐,一定可以。 。 唉,道行?我這個千年道行的根基,在這三百年裡面,已經被九寒迎冰池的冰毒,一個,一滴滴滴滴滴滴耗了。 现在我连心都开始冻 冻得有骨髓里面 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了 但是你不用死 你还有原火鉴 等一会儿 当他们冲得进来的时候 你就架起火龙 逆流异想 他们大惊之下 未必可以阻得住你的 你你还是 讲到这里 白狐忽然停口不说 因为他见到 三美妖狐忽然慢慢在身前站起 他拿出了原火鉴 慢慢地将他贴在空前 在岩漿翻滚 烈焰翻腾的熔岩地獄之中 原火鉴 整个亦都隐隐发了红光 他正宗那个古老的火焰图腾 现在也都好像燃烧了起来 几乎就在原火鉴中间 直噴而出 三美妖 化身成这个油味白衣的女子 上眼看着手里面的原火鉴 忽然间 一滴眼泪 慢慢地滴在原火鉴上 一滴声 化成一点白烟 慢慢升起 张小芬看着他 他心里面不知为什么 觉得痛了痛 原来狐狸都会流眼泪 原来妖怪 都有感情 三百年了 三百年了 整整三百年了 由我收到有成那天开始 在胡锡山遇见你 从那次之后 我就跟着你走了 天涯海角 边疆万方 从此 跟你一起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 还要日日夜夜担心被人追杀 但是 我没有后悔 跟着你 在你身边 我一点都不后悔 张小芬慢慢地走前一几步 站在他们身后 身里面 不禁感到一阵迷茫 胡锡山 他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 他心动着动 这个地名 好像有几分熟悉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听过 但是一时间 他又想不起来了 那个油眉的女子 没有理到张小芬 他只是双眼定一定 看着那只白色的绿美狐狸 双眼之中 已经充满了晶莹的眼泪 但是今天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要叫我走 你这样都不明白我吗 白狐狐狸 张小芬 张小芬注意到他的身体 不知因为是寒冷 因为激动的原因 慢慢地战斗起身 大哥 只能听得咚一声 就好像带在张小芬心上 他这个时候 正是站在那个油眉的女子身后 他见到 悬火监中心 泛起的红帮 已经穿透了 那个女子 油和的背脊 他整个身体 忽然间 泛起了一阵 很刺烈的光芒 然后 血 鲜红的血 在一个温柔而美丽的身体之中流出 滴在地上那里 化成一朵血红色的花 然后 慢慢地滲入了岩石之中 而那个油眉的身体 跌低 就跌在白湖前边 白湖口里面 化成一股丝雅的呼喊 但是 张小芬根本听不明白 他在叫什么 只是见到他全身铁震 挣扎着 一路地向前爬过去 但是这个重伤而垂死的身体 竟然是那么衰弱 虽然 他已经是其中全力 但是 只是紧紧爬前的一步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明天再讲 各位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三美业湖 终于揭出了那一只 有着巨大触手的怪物 是什么呢 他叫做大黑疾 其中大黑疾 肯定 和我们平时见到的水疾有很大的不同 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 水疾又叫做马王 他的身体的确滑散散 扁扁长长 但是生本了很多吸盘 小时候参加劳动 跟着大人下去稻田插殃的时候 有时 在水田里面走上来 大腿上面 都似了几只水疾 这些水疾 就是靠吸食小动物 又或者人体的血维生 但他在海南岛 和台湾的山林之中 也都生活了一些山马王 经常潜伏在草虫和树上 照样的吸食人 和青蛙 又或者其他畜生的血液 别看他散脚脚 他样子很丑陋 而且又很细条 但其实他在地球上 已经生活了四千到五千万年 可以说 比我们人类的历史长得多 在那么长的历史之中 会不会有其中一只水疾 变成了今天张小凡遇到 这只大黑疾 那么大只的二种 不得而知 究竟这只大黑疾有多大呢 根据萧鼎先生的神魔志义 妖兽篇说 这只属于上古二种的大黑疾 他的体型非常巨大 有十象那么高 那些触手有十几象那么长 所以 就算那些有两三个人那么高的怪兽 如果被他捉手一卷到 送到他的口里面 那吃完之后 连骨头都剩不上 吃完之后 吃完之后 连骨头都剩不上 吃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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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之后